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已经在线上了 好 来在这边的话 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待会我们三位讲者 都各有十分钟的时间 那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新义 新义她来自台中的民主热炒 那过去如果关心这些公共参与的话 大概很难 很容易就会注意到 就是台中的这个参与式预算 然后我自己当年也有 就是跟热炒的伙伴一起去协力 那新义其实是热炒民主之前的理事长 那是现在的倡议处主任 那她在地的这些邻里 或者是这些公共讨论的卷动 是她今天会给我们带来的一部分 那她是我们的第一位讲者 那另外一位第二位讲者呢 邱新威 她生长于这个苗栗 苗栗南庄的大南铺 那YD求学之后 她回到家乡 长期投入这个地方创生 以及客家文化的相关议题 那来自于苗栗 外头走了一圈 又回到了苗栗 那就一个在地子弟的这个心情 看过之后 她希望带起怎么样的火花 卷动自己架上的这个卷动 那她同时也是我们开放政府 行动方案的民间委员 那一样我们第三位 宏简庭会 她也是这个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的民间委员 那宏简庭会的背景呢 是立马台湾原住民青年团 毕业于政大外交系的她 后来到了欧洲 取得了这个硕士 一时以来她关心的就是 气候变迁 青年赔利 公共参与 以及原住民议题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三位讲者 无论是原住民的 或者是客家的 或者是一般的 待会儿性也许可以多一点介绍 就是说你 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场域中 这个公司协力的民间部分 其实大家都有不同的参与和观察 在各位的这个活跃的场域里头 也都有对应到不同的公部门 那究竟在台湾 我们开放政府的下一步 含荣与多元的机会和经验 期待三位讲者的分享 好 那接下来是 我们 以上是我们今天上午 这个第一堂课程的背景解介 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 镜头交给欣宜 嗨 各位朋友早安 那我是欣宜 待会儿我会先分享我的简报给大家看 那大家这边看得到吗 喂 这边OK吼 那看得到吗 OK 好 那因为今天这一个多方论坛呢 我们谈的是韩荣跟多元 所以待会儿我会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还是介绍一个案例 然后从当中去抽取 我认为韩荣跟多元 这一个元素或是主轴 它可能会触及到的实用的面向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谢谢小易 我是欣宜 然后我现在在热炒台湾热炒民主协会 然后位置 我在我们总办公司的位置是台中 那其实之前呢 我们主要去协助的这个参与式预算的案例 一个是在台中做这个台中参与式预算 它是比较行政区型的参与式预算 也就是说邀请民众来提案 这个民众是没有分任何族群或是特别的 特别的对象 那可是在我们协助的还有另外一块 是比较议题型的参与式预算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锁定特定的族群 那因为它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原因 像是可能它公民参与的门槛 要参与的门槛比较高 又或者是说它在资源分配上是相对的弱势 所以才会选定这样子的族群 那这个议题型的参与式预算呢 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县市 有这样子的操作经验 我今天会快速的 因为我只有10分钟 我会快速的用 当时我们协会还没有立案的时候 我们的伙伴 几乎我们说热厂的伙伴的成员 都有去执行 然后还有支援的这个桃园移工参与式预算 我用这个来做案例 好 那不好意思跟大家很抱歉 因为我这个简报呢 之前是曾经在那个 美国创新开放民主的那个平台介绍 所以我其实最近还没有时间把它改成中文 但是我会尽量的用讲的 主要是让大家看那个照片 还有看那个图这样 那我们那时候去操作 就是协助做这个参与式预算的这个机制 那时候在思考的 其实是移工这样子的族群 其实他们平常不被视为公民 也就是说在台湾 因为他的特殊的这个劳动的身份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没有投票权 那没有投票权以外 他可能在公共空间的使用 等等的意见的发表 并没有办法像本国人这样子有一定的权利 可是我们又会希望说 我们是一个含荣多元的这一个社会 我们一定会希望不同的族群 它在不同的场域跟需求可以被表达出来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选定的这个对象呢 就是选桃源的乙工 也是因为这个桃源市劳动局 桃源市劳动局 他们当时有这样子的构想 觉得我们也许可以就是锁定乙工 然后以前他们都有一笔固定的经费 是要给乙工去做这个 休闲预乐相关的措施 那就想说 要不我们这次就开放来看看 请这个使用者 也就是乙工 东南亚乙工为主 那来提案看看 就是把自己的需求展现出来 然后我们市政府在透过提案 然后协助把这个提案精致化 然后再经过民众的投票 这个民众就有包含台湾人 然后也有包含这个 移工族群 投票之后得到结果 那我们市政府把它做出来 他们就这样子的构想 那当时我们就有一个 有一个算是联盟 就是不同的行动者组成的联盟 包含市政府的团队 这样主办单位 然后还有当时就是承接这个案子的 这个群众 桃园群众服务协会 那还有另外这个计划主持人 施胜文老师 然后和我们当时还没有立案的伙伴们 就是热潮民主的伙伴 我们就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其实在这个桃园的案例里面 它是非常 看起来你右边看这个流程 是非常经典的参与 是预算案例的样子 它就是会有民众发想 然后有找民众 找这个公 其实找这些移工的朋友们 来讨论提案的样子 那讨论可能分不同阶段 有总共分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先提出构想 然后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找公部门的 跟这个提案者进一步的交流 然后并且看能不能 案子跟案子之间能够促成并案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投票 那第四个阶段当然就是执行 那时候我们锁定的对象呢 主要是菲律宾 然后越南 然后泰国跟印度尼西亚 那那个在还有桃园市政府的市民 希望可以邀请这几个族群 来进行这样子的讨论 那接下来我就快速跟大家讲 这个案子实行的过程中 我们所遭遇到的挑战 还有这个挑战 我们怎么去处理 去解决它 第一个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关于 我们怎么找到这些族群招募 因为刚刚有提到 很多弱势的族群呢 其实他们平常就不常 在公领域里面发生或是行动 所以要怎么样找到这样子的族群呢 其实我们当时 大家就是刚讲这个行动联盟 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 去想方设法 包含说 这个群众服协会 其实它就已经是那个 移工 就是shelter center 就是照顾的 叫什么 庇护中心 庇护中心 对所以 他们已经可以接触到一些移工 那桃园市 桃园市劳动局 这边其实他们又有既有的 有认识的连线 之前有配合的连线 像是一些工厂等等 那另外在桃园还有一些特别 for这个移工族群 像是望剑书剑 然后还有1095等等 我们就开始去找这些 不同的团队 不同的单位 来找到这个移工族群 那这会镶嵌在说我们的设计里面 就是招募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想看 有的移工 其实他一个月 我听过最糟的状况 是一个月 他居然只有放一天的假 就是他真的放假时间 非常非常的少 那你想看 他上班时间那么长 他放假时间这么少 那他一定是放假时间 都早去跟朋友 或是什么去玩 去休息 他怎么可能会来跟你 讨论公共的议题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思考逻辑就是 我们要尽可能到 他们休闲 或是平常休假 干嘛的时候会去的地方 像是小吃摊 像是刚讲的这个望剑书间 就是这个店家等等的 就是尽可能主动的去找这些店 那包含说到桃园市 那时候有一个 就是电子的加工厂 那我们也到里面去 就是跟这些移工朋友 那时候是太极的移工朋友们 介绍参与市区算 然后邀请他们来提案 那这是第一个遭遇到的挑战 第二个遭遇到的挑战是语言 那这个语言真的是当时我们遭遇过 从来没有遇过的艰巨任务 因为里面我们的企图性很大 我们希望说各个移工朋友们 他都有机会可以来参与提案 然后来进行讨论 所以一个版本的DM 我们必须把它设计成 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不同的语言 因为这个 菲律宾他不是只有讲英语而已 他还有讲一个Tagalo的这个语言 等等的 所以尽可能就是要去触及不同的人 那DM的事情还比较小 比较大的问题是 在我们来讨论的那一个阶段呢 我们一定要讨论提案 按照我们台湾的传统的做法 就是一个主持人 一到三位主持人 然后协助提案者 针对他们的提案 跟不同团队的提案者来交流 那通常这提案者之间 他们的提案特性都是很像的 比如说教育啊环境啊等等 都是相像的 可是这糟糕啦 这讲的是外国语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去让这个主持人 跟参与者能够对话 甚至参与者跟参与者 彼此之间讲的可能是不同语言啊 泰文跟印尼文 讲的不同语言的人 到底要怎么交流 这挑战就非常的巨大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 到底要怎么克服 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做转换 而且这个转换还会包含转译的成分 就是你要讲到让人家听得懂 不是只有语言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一个点子 好那我们来培训具有双语 或是多语能力的这个主持人 小组主持人 所以我们就进行了蛮多场次的这个 不同阶段蛮多场次的主持人 那时候找到的 就是已经在房间有做通议的 然后政府部门配合的这一些 很有实战经验的各国同意 真的是非常有挑战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阶段 就是讨论的阶段 我这边跳很快 那讨论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的设计是 这个图其实呈现就是当时我们怎么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做转换 第一个阶段的讨论阶段是提出点子 提出点子我们是让这个提案者按照国籍来做 所以印尼的人就会跟印尼的人讨论点子 然后菲律宾的人跟菲律宾讨论点子 这样减少沟通障碍 可是第二阶段的时候 我们希望跨国可以有讨论点子 然后可以看有没有病案的机会 所以那时候 这个阶段的同时我们也加入了工部门 他在看了初步的提案书 然后有了构想之后进场跟提案人做交流 讨论怎么样把你的提案变得更好 或是更能执行 所以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重的挑战 语言的挑战还有工部门进场等等的 那这一定是需要在操作上有比较精巧的设计 那时候我们思考就是大家看到这个不同颜色的框框 其实就是不同国语言的使用者 那我们这时候就会有非常多的副主持人 每个副主持人呢 其实他都会讲两个语言 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框框 Language A的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也会讲中文 所以这个主要的 这个上面大纸圆圈 他是熟人神医技巧 或是收人带领讨论技巧的这一场次的主要主持人 那他底下又会有不同国语言的使用者的双语主持人 所以通常这个小组主持人呢 他会先抛一个问题 然后由副主持人在小组里面 在进行小小组的这个特别的语言 那个固定的语言的这个讨论 讨论完之后呢 再回到这个大主持人这边 然后再进行下一轮的交流 所以我们原本的设想是像这样子来进行 那实际进行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有趣 你会发现大家不是只是像我们设想的这样子 他们会有非常多方法 人要交流真的是就看诚意 如果你要让对方听人懂 你有非常多方法可以做 所以他可以用画图的方式啊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 来呈现自己的构想 那因为当时讨论的提案主题是休闲娱乐 休闲娱乐的这个主题 所以大家脑子有唱歌啊 有运动啊 有泰拳啊 什么什么都可以听 那画图就是一个很好的 帮助大家理解的语言 OK 那第三个挑战呢 其实也是我相信公布们伙伴们最容易遇到的 因为当时这是在全台湾 就是第一个就是做移工的这个参与式预算 在2017年 那当时遭遇到的挑战包含说 我们会看到很多舆论 报道公社讲说哦你看外劳啊 他现在都已经可以做参与式预算了 他们也要参政权啊 他们已经有很多活动了 你看这样子来 他根本就没有心力去工作啊 如果是哎你看政府都做这个 休闲娱乐的那个提案给给这个移工啊 那那政府到底给台有什么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焦虑 来自民间的焦虑 这个焦虑是 他觉得自己的劳动权利没有被保障到 这背后的潜台词是这样 就是台湾劳动者的背后权利并没有被保障到 政府部分就已经开放这么多的 好像优惠或是额外的东西 给外籍移工 那这样子的焦虑呢其实 我们我在想啊 这个需求其实背后还有很多的原因 也许还值得去探讨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是下一步可以沟通的 也许就是告诉这一些公民们说 其实这一笔钱是本来就已经变列预算的 只是这一次用不同的方法 然后让一共的需求可以更对焦 在政府部门的这个预算的使用 好我讲的差不多 那最后呢这个讨论的部分 我们得到成果然后进行了投票等等 最后得到成果是三个提案有 有算是中选了 那其实这个提案真的是有跨国并案的 我认为非常的有趣 这个案子最后其实在2018年获得了这个 欧盟的参与式民主观察组织 IOPD的公民参与最佳实践奖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可惜它后来做了两年就没有再往下执行 那最后小姐 其实我觉得做参与式预算 或是说你做任何公民参与的机制设计 你有几个思考点可以去想 一个是你究竟是要打造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平台 那就像是我们台中案例是行政区型的参与式 它一开始就只设定年龄 可能18岁以上就可以来提案 16岁以上就可以来提案等等的 那你在思考的路径是 你要怎么样让政治的素人 或是公民参与的素人 有这个机会来参与 可能他不会写提案 他不试制 或是他需不需要有特殊的人道服服务等等 就思考的是比较多这个层次 那第二个是特定族群的参与式预算 或是公民参与的管道 你要思考是否那个族群的特性 他在哪一个点是最困难的 他可能最不敢说 或是说起来最多情绪 又或者是他因此 因此在这个元素上面 他更容易受到外界的批判 更容易被污名化等等 你要思考是帮他去 处理这些 让这个门槛垫底 那除了刚介绍的 这个移共参与式预算 我特别想要举例 简短举例是这个 我们协会其实跟高雄好 过日有在 这个高雄大领埔 也就是准备 在预想中准备被千村 政府已经喊出口号说 要做这个千村的地方 有去做这个愿景工作坊 那在我们想象里面 其实他也是环境上受害的一群人 那像这样子的族群 某程度也是我们希望可以 让他多一点参与 发生的这样子的族群 那第三个是其实我觉得做 公民参与或是开放政府 其实你非常工部门非常需要的 算是刑法吧 是你要想办法去辨识那个族群 然后勇敢去探寻需求 而且创新 带来这个特别精彩的是 他这个族群 其实是针对我们的移工 那到底移工要什么样的政策 也许我们自己站在台湾人的观点 自己都有一些想象 那些想象未必符合期待 结果就是造成这些预算的规划 其实就是不见得就是有成果和效果 所以其实刚才新一归 我们带来这个参与式预算 特别是针对桃园的移工 其实是非常的有趣 那一样我们就是邀请到第二个讲者是欣威 刚才有介绍过一个苗栗子弟 外头走了一圈之后 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地方创生 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到欣威来跟我们就 寒荣誉多元的开放政府 跟我们进行十分钟的语谈 谢谢 好谢谢小易的介绍 我是欣威来自苗栗南庄 我们苗栗国的最东北角 我自己本身台大社会系毕业 后来到清大研究所 现在在教大读博士班 所以一直有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训练 当初也是抱着这些关于公共领域 这种公共讨论的愿景 回到地方推动事情 但又要蛮多挫折的 那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看法 以及我后来的反思 那先谈南庄的位置 就在苗栗的东北角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里呢 人口现在去年正式跌破1万 然后是苗栗第二穷的地方 三分之一是老人 所以其实在经营地方工作 是蛮辛苦的 蛮严峻的 那这里的状况呢 这些叙述 主要是来自我的硕士论文 是谈这个山林边区的特色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基本上要活下来 就必须要能够去取得垄断的特权 过去就是煤矿啦林业啊 这些相关的 那另一方面呢 又有很发达的维生经济 就是指的是自己种水稻 做自己种菜 其实想办法靠自己活下来 但是因为这边的生活条件蛮严苛的 所以必须要互相的支持 那就发展出很特别的 非常注重人情的一种运作模式 当然呢 人情全台湾都有 这不是南庄独有的 可是呢 人情被特化到成为像货币一样的存在 这可能是我们苗栗 这些山林边区的特色 就像说人跟猴子都一样五只手 我们可以说人猴都是灵长类 可是人猩猩猩子的五只手 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有手 而是用途不一样 那就如同苗栗谈人情 就特化到说人情像货币 就像黑猩猩的握力非常高一样 因为黑猩猩 他们要打架 他们要自己补食 所以在不同的条件 会有不同特化的状况 那人情呢 在我们地方政治里面 会变得一个非常高度浓缩 而且接近于刚才讲货币的存在 那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 因为我们谈这个资讯公开 其实期待的是公民自己去组织这些资讯 然后采取行动 可是在我们地方呢 都基本上呢 会用人情的方式 以人情为light point 人情为这种货币 去驱动政治人物 去讲难听就是关说 那其实就是帮自己去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水沟 路灯 博侃这些事情 那这套东西怎么运作呢 基本上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实际上就在我田野里面 其实有很具体的描述 譬如说非常强调怎么做人 我们讲忠赢 就是必须要互相的有所道德的论述 要先怎么想 看天怎么看地怎么看 人怎么看才可以做 就是彼此之间一直要用人情的方式去绑架一些资源 然后用道德的方式彼此评断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东西其实是 长期统治下来的结果 这是一种人情政治 那其实它是地方的农民 他乡民去跟国家打交道的结果 那日常生活有什么呢 像泡茶桌 扁得 这大家一定都很常看到的 像这个 还有这种日常的建设 像这个民意代表 我们都期待说 大义士应该是要站在人民的权利 要省预算 和人民合法就没有 我们在乡下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像我之前参加他们的会议 他们是现在外面的八仙桌 把该材人士谈完 再进到代表会执行会里面 然后他在好来好去的 互相帮忙提案 就自己的案子不好意思提 就请别的代表帮他提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去做这些事情 他扁额 其实他的左方这些人民 他就是一个一个的派系组织 那这些晚年其实也是 就是这些比较高层的政治人物 就要现身 就要出来说 其实我很重视你这样子 那在这中间流通的 就是人情正直 他会沿着既有的社会关系 去运作 好 那这些东西呢 他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各式各样的边陲 像南庄 我们位于新竹苗栗的交界 然后我们三个族群组成 而且呢 更重要是在这个整个产业上呢 我们是属于产业的上游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被决定价格的一方 一直以来我们就出产煤矿 出产这个林木叶 就是出产物资为主 顶多初级架工 那我们知道在经济市场里面 能够喊价格的是下游的人 就是作为制造业 作为原料端 矿工农民 是被控制的 就像全世界最好的可可 巧克力是在比利时 可是产可可豆的农民 其实很弱势 咖啡在巴黎 可是产咖啡的一所比亚很弱势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这种比较边陲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这里就必须发展出一种很发达的维生经济 刚才我说的 基本上大家如果有吃过客家的就知道 所有的客家料理的客家菜 它全部是在地食材 这个就比较特别 相比于都会区的饮食 它是由它的经济腹地所决定 可是在我们乡下地方 我们的食材其实完全由自然环境所决定 那这背后因为这些生产都必须互相帮忙 所以它就打通了非常多人情流通的管道 以上是刚才我讲人情政治它长期的基础 过去政府在30年前推动社区营造 其实是有一整套概念的 就是希望说每一个行政社区 就是什么村什么村 譬如说我们现在叫做 我自己叫南富村 那我们就会有个南富社区 政府会由上而下给定一个法定身份 那这种协会呢 因为它是被给定的 它就需要动员 它不像是一般人民团体一样 它是出于理念 出于兴趣的自由意志结合 它是动员的 因此呢 它就需要透过其他单位的补助 然后换取酱油 沙拉油 旅游给会员 等于说会员他缴了500块 可是呢 他能够换回超过500块的价值的物品 那他就会很乐意参加这些会员大会 因此我们都细称为山友协会 这个是台湾各地都有的 这样子的行政社区 那这个所以换言之 在地方上的这些理论上 要传达资讯 然后汇整意见的这个公民团体 其实都还是很行政的结果 那更不用说选举了 选举是很绵密的活动 像这个是我们南庄国民党 他们选乡长的时候 选县长的时候 然后再一个家一个家 这样去摆票 非常的仔细 然后还会扣一个这个炒米粉 这很有意思 就是不同的层级 会吃不同的东西 作为这个人情交换的媒介 就是就像刚刚刚那个活动呢 结束之后 就是到这个投人家里面吃点心 就是等于是一个小地方的自己的 然后这个是全村的 那就是会公共的场合 在庙前面 然后吃点心 然后如果到这个全流域 全线的造势的时候呢 那就会油软车再摆出去 然后也是要吃点心 就是要吃餐盒 所以不同层级的动员 会吃不同的东西 可是这个背后呢 都是一种人情的交换 在我们这个象下的地方呢 如果你没有炒米粉 大家认为你没有要选 就是我们苗栗 大家知道铁蓝嘛 所以民进党之前呢 他们讨论过说 不要炒米粉好了 反正炒了也不会上 所以会质疑 说不行不行 如果你没有炒的话 你就会人家觉得你没有要选举 就是你可以不登记 可是炒米粉大家烟雾蛋 大家相信你要选 可是如果说你只有登记 没有炒米粉 大家觉得你是选假的 炒米粉已经变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选举代称 很有意思 好 然后再就造势吧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重要的人情交换 必须说 我的承诺是会兑现的 因为我跟更大成绩的人 可以连在一起 好 接下来进到我的结论 就是人情是我们这个地方社会的一个教务 而且它是国家跟地方联系的所在 是可以通过政治人物去兑换成 更是更大的东西回来的 可是它是一个掩盖阶级问题的一个遮羞部 这种NB政治其实需要被挑战的 那可以怎么做呢 我认为在这种地方 我们没办法期待说一个一个公民寻求资讯 不是这样的想象 而是必须诉诸在地的团体 就是NGO 社会企业 社区大学 然后来汇聚在地的意见 而且要注意 我们是要用很具体的操作方案 去带动资讯的整合 譬如说 我们希望处理露天焚烧的问题 我们希望处理格代教掌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这些很具体的东西来整合资讯 然后让乡亲来参与去聚焦 而不是说 资讯就在那边 你自己去拿 我都公开了 我谁在那边你自己拿来喝 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要在一个很具体的状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让资讯在在地居民之间普及开来 好 以上报告 谢谢 好 谢谢新威为我们带来一个农村 乡村子弟回乡的这个观察 那其实有别于前一个我们带来的这个移工的主题 新宜他可能提到就是很多移工的聚集处 然后邀请他们参与他们的公共意见的看法 那刚才新威其实提到更多是他自己在社区的这个观察 特别是个绵密的人际网络 那跟我们的这个选举动员 其实有非常高度的重叠 那显然的我们看到不同的社群 其实都有不同我们要去扰动的方式和策略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邀请到宏典庭会 那作为一个关心原住民议题 也还有这个气候变迁议题和青年赔利 那我们可以承认就是气候变迁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必须承受最直接的后果 因为讲直接一点就是年轻人可能活得比其他人还久 所以气候变迁 青年赔利 原住民 这三个议题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人可以参与 就是台湾多元含荣的这个公共讨论 来我们下把时间交给廷慧 你现在占损 OK好 大家早安 我是宏典庭会 那我的北南族的族名叫做Duhi 我是来自台东Gasvagan建和部落的北南族人 那建和其实是在台东 就是算台东市区最比较南端 然后接近泰马里的地方 那其实呢 今天先在进入简报之前 我想要先分享一下 就是我必须要是说 就是其实对很多人可能觉得会对原住民族的议题 或是对原住民族怎么去看待不同的议题 是很不熟悉的 但我也要说就是在参与开放政府的这段期间 我自己就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当成 其实不只是当成啊 就是确确实实是在重新的学习 到底什么叫做开放政府 那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比如说政府的单位 怎么样的可能性或是怎么样的 就是做法是比较有那个就是落实的可能 或是现阶段落实可能 然后我觉得回过头来思考 就是因为过往除了在开放政府 就是有担任这次担任民间委员嘛 可是过往其实也有在很多不同的 比如说政府的计划啊 或者是不同的那个就是机制里面 可能也是担任类似像委员这样的角色 可是过往的角色 其实真的可能就是开会的时候去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每一次开会每一次开会去 可是后续中间这些会议跟会议之间的时间 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么多的 就是可以参与或者是 也许是我自己也没有不够的积极 可是在开放政府的就是我们从去年到现在的讨论期间 我发现这是一个很不同的思维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从开放政府是从 连我们的委员会本身都开始做 就是做这样的改变 就是说其实开放政府我自己觉得很重要一个 就是精神呢 或者很重要的一个实际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协作跟共创 那也就是所谓的公私协力 然后再去共同的去创造出 共同的去制定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跟怎么去执行这些事情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就是其实我们在在那个跟青年署 这部青年署讨论他们的 就是那个开放政府的方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就是除了我们开会的时候 去讨论说我们期待可以是什么样的方向之类的 那后来其实我们是再开了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共笔的会议 是跟着我们的青年署的伙伴 然后还有其他就是利益相关人 就是一起来把这份就是开放政府 由青年署要提出的承诺事项 共同的把它写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理解不同方 就是不管是公布美好 青年署的伙伴不同 其他的相关公布们 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利益关系人 到底为什么会那样去思考 那在不同的思考之中 我们可以怎么去调和 然后共同创造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这个开放政府的承诺事项 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从连我们的讨论 就是委员会的运作里面都在实践 努力的实践着就是开放政府想要达到的 或者是当初就是在讲的这样子的四大精神 那所以其实是对我自身委员角色的思考 那我也很希望这样子的思考 是可以也带到其他不同的部会 因为我相信其实从去年到现在 还是有很多我们部会的伙伴 会觉得开放政府真的就是增加自己的工作的压力 或者工作的内容跟职责 那确实在某些部分来说 确实是会多一些工作要做 那我们其实也很希望 因为就是我们第一线的公务员伙伴都非常的辛苦 我身上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责任跟就是要进的工作的项目 那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可以去分担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分担 因为每一个部会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运作的方式 所以但是我就举一个青年署的例子 就是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子去互相的 在更理解彼此的状态之下达到共创跟协作这样子的目的 另外呢其实刚刚听到前面两位伙伴的分享 就发现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共同处 比如说刚刚欣宜提到了 就是跟一共伙伴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会很需要转译这件事情 它不只是语言上的转译 跟整个思维逻辑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成长的环境 跟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解释上面不能只是字对字的翻译 它必须要融合相关的文化背景去做解释 其实我们在做原住民族议议题的时候也是 像我们都要做互相 就是两方面的转译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气候变迁 在国际上的讨论也好 国内的政策讨论也好 转译成我们的族人就是更可以连接到自身的方式 那同样的我也 我们在这个当中也要把我们族人 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些 本来就已经在应对气候变迁 所有的所在从事的这些惯息 不管是耕作的方式也好 然后面对大自然 面对台风 面对就是河道改变 或是涨潮退潮的时候 可能要做的一些的应变 这些其实也都是在面对气候变迁 只是我们缺乏了把气候变迁 这样这个四个字 放到我们生活中 这样子的一个 你说转译也好 或是一个连接的方式也好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累 就是我们可以很共通的地方 然后刚刚欣慰讲到那个炒米粉 我就有一个大笑 就是因为在原乡地区 真的炒米粉就是一个代号 那另外还有一个代号叫做激酒 或是烧酒机 就是在选举期间一定要准备 就是炒米粉 然后跟就是烧酒机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 在感觉好像不同的群体 非常的不一样 确实我们都有各自很不一样 跟独特 还有特殊的需求 但是这不只是族群会有这样子的 造成这样的特殊性 其实我们的身处的地方 也会有这样的特殊性 所以其实不管哪一个群体 都是有它的意志性的 比如说我们讲原住民族 它的原住民族官方认定有16族 这16族里面的官方认定有42个语言 我刚一直强调官方认定 因为就是台湾不止这16个族群 也不止这42个语言 所以就是我想要强调的 就是这个意志性是很高的 那官方认定的 台湾原住民族的部落有700多个 所以其实那个转意是不断不断的在发生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发生 然后刚刚讲到人情政治啊 或是要怎么做人这件事情 其实也在原乡地区我们的部落 也是必须要做到这样子 那其实在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有50%的原住民的族人 是居住或是生活在都会区的 那又是另外一个意志性 所以其实想要跟大家强调 就是其实在每一个群体的内部 都有很大的意志性 那所以我们的沟通协调 跟共同合作这件事情 它确实是有更高的难度 但是我们也这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跟青年署的这个合作的案 这个经验是非常好的 就是当然在那个讨论过程中 不是一直都是很欢乐很和平 然后我们也看到 我刚才看到也有青年署的伙伴在线上 对啊也是稍微有点擦枪走火 可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很正向的 因为没有这些擦枪走火 我们其实很难真的去理解 到底不同的人在想什么 或者是在顾虑的是什么 甚至是政府的 而不同政府单位的难处是什么 那就是另外第二个部分 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其实就是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参与在这个 就是开放政府这样子的愿景的工程里面 那你其实我之前有看到就是 也有参与其中的塞尔维亚的总理就有说过 其实开放政府对政府来说是 一个挑战 但是也是机会 我相信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的 线上的伙伴们都很清楚 那我觉得那个机会其实就是来 就是来自于我们可以重新去想象 到底公共行政是什么样 因为我们过往其实都是非常习惯 就是可能有一个新的政策 是看新闻才知道 然后有一个什么法律的通过了 也是一样就是都是已经过了才知道 甚至是已经执行了 对我们产生影响了 我们才知道原来有这件事 那其实开放政府觉得很重要 开放就在改变这件事情 就是在有这个idea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起来合作 那所以我自己在参与在这个 开放政府相关的讨论的时候 其实觉得 他真的不是一个这么 就是一个怎么讲 离我们这么遥远的事情 就回归到原住民族的权利来讨论的话 其实在2007年通过的原住民族 联合国通过的原住民族权利宣言里面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 精神跟价值 就是我现在荧幕上让大家看到的 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权 这样子的核心价值 那自由呢 他就是在没有任何的威逼利用 就算我拒绝 或是我同意 也不会有任何好的不好的 就是后果 或是被甚至被报复 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我在自由的状态之下 然后呢 在开发前 或者政策制定之前 有这个idea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获得讯息 开始进入这样子的讨论 那这个知情就是要充分揭露 就是要以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跟方式 这个语言不是只是转易成原住民族的语言 我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更重要的是符合我们的思维逻辑 自己跟文化背景的方式去让更多人去理解 那而且要给予我们 就是足够的时间 去真实的消化 然后再来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去选择到底要不要同意 然后可以去做谈判 我可以是有条件的同意 有条件的不同意 那这个自由事先知情同意权 其实就是我们开放政府很重要的 那个核心的概念 就是在那个之前 我们就共同来合作 而且这个也是刚刚讲的合作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否决权的概念 所以让民众更多的 更参与在公共政策的讨论 公共行政的讨论里面 并不是说 这样子就很多人来反对我 其实不是 而是有更多人可以一起来集思广益 那集思广益当然会需要时间去调和 去沟通 去协调 可是事实上在澳洲 已经有一个成功的 矿场的开发的案例 就他们原本以为说 要实践自由事先知情统一 这样子的方式去实践这个 就是矿场的开发会很耗时费力 可是事实上 他们花了比过往更短的时间 就取得了共识 然后共同就开始了这个 这个矿场的 矿场的那个就是开发 因为在没有实践自由事先知情统一之前 其实后面为什么很耗时费力 因为有非常多的诉讼在进行 非常多的就是互相告来告去这样的状况 然后延宕了那个可能的开发跟开发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就是想要提到说 大家可能觉得开放政府也好 或者这个自由事先知情统一 要去执行是很让很花时间的 可能会抵累到我的所有的工作的进程 可是事实上现在已经有成功的案例显示 并不会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实践开始 就给他一个机会 我觉得那个不是只是 呃就是那个机会 其实也是给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跟思维逻辑跟运作模式一个机会 然后来去 让我们来直接 就是可以去看到 到底他可以会长成什么样子的样貌 好那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谢谢廷汇 呃宏姐廷汇这边有提到 事先自由知情统一 可能在很多行政同仁的观点里头 觉得他可能会旷日费时 但是实际上呢 作为一个民主理念为基底的国家 我自己觉得真的要有效率 那就是独裁啊 你看中国北京要盖鸟巢水立方 要盖高铁 他哪管什么私有财产的现房保障 就是要你家土地 就是你家土地 那个高铁说开就开 说拆就拆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本来公共沟通 就意味着一定的时间成本 但是这不是我们说 这不该做的理由 相反的 正是因为他有时间成本 他的价值才会体现 所以我们必须承认 就是多元的族群沟通 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就是台湾民主的基础 好那谢谢宏姐廷汇 带来就是他从原住民观点 带来的这些经验分享 那我们现在邀请三位讲者呢 其实都可以准备开镜头上线了 我看到今天的提问非常非常踊跃 因为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必须举这个拍子提醒大家时间 但实际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 培力工作坊 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保留给我们 跟这个线上成员的互动 好那这个slido呢 大家其实也可以先看一下 我待会会依这个赞数最多的就是 依序可能做简单的整合 然后请三位的与谈者帮我们做回应一下 目前最多的这个提问是针对移工 他说都得到国际奖项了 还没有办法延续 这是不是代表政策推动 还是要看首长的态度 否则在移工社权这样的参与性活动办完之后 有什么后续影响吗 第一题就要请欣怡先回答 还是活动办完就没了 那第二题待会我们要请欣威回答的事情是说 你在南庄的案例里面 讲到很多人际绵密的状况 那你在这边就是有这样子的观察 那实务上开放政府 你到底有发挥多大的影响 你真的进了 你回得去那个网络吗 然后还是说真的有办法透明化吗 还是你回去发现这样的状况之后 就束手无策 这边有提到说 苗栗国有他自成一国的文化边缘 那这边我们就请欣威待会回应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题 跟那个宏婧婷会有关的 他说你看人家移工社群 那么多国语 也那个海报做了那么多版本 那台湾的部落 你刚刚也有讲16族42语 这只是官方的 你搞不好更多 那更多的话 你怎么确保你的公共参与 有兼顾这个多元的一直性 好那我们时间有限 就请我们三位讲者 也是依依我们分享 心以心危跟庭会 这样的顺序 我们依序来跟大家回应一下 好我觉得 谢谢小艺 我觉得那个提问的朋友 问得非常的精准 确实这个案例做了两年之后 就没有再执行了 就没有再操作 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必须说延续性这件事情 我们先从公部门内部 到底有没有政策延续性来看 然后另外一块我想要谈的是 他滚动的民间的能量 有没有延续 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那先谈第一个层次 政府部门的部分 确实首长议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如果大家可以去 如果有机会 你可以去看其他不同的案例 通常首长议制就会决定 你这个政策会不会往前走 参与式预算是非常显著的 那以我们台中为例 我们台中确实参与式预算 做完四年之后 在政党轮替之后 他就没有再做行政区型的 参与式预算了 确实首长议制是 那可是 首长议制是一回事 我常觉得这个 其他的机制如果有配套上 又或者是 那个行政的承办人员 他有意识的把这些方法放到你 其他在办不同的服务案 或是计划里面 把这些参与的思维放进去 其实都有可能 有助于开放政府的往前走 那如果是按照说 我们希望这个政策往前走的话 其实有几个环节需要看 像小益有提供的这个题目 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重点的 就是克责 延续性一部分在政府部门端 跟克责很有关系 因为民众他如果非常在意 他的提案有没有被执行 那我们就要去看 没有被执行的那些提案 他去哪里了 那这些当初承诺要做的局处也好 或是公部门哪一个单位也好 他怎么去回应这些 他没有办法执行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 那克责以外呢 我常常觉得 克责有几个案例 比如说像我们台中为什么当初参与式预算 他没有继续推行有几个原因 像是没有预先 匡列的预算 或是提案执行 他管理的部门不明 或是这个缺乏明确可信的 陪伴机制 就是有非常多原因会导致这个提案没有执行 可是如果你没有准确的去克责 其实是民众的信心会损失 那另外一块如果是谈到动能的部分 我认为如果这个承办 或是我们公部门伙伴有好好要执行 不管是开放政府或是任何公民参与的机制 你只要执行过这个民众都会非常有感 有感或是公民团体往往都会有后续能量 这其实我认为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以移工这个案例来说 当时我们的合作伙伴有一个是1095 就是在做这个移工权益参与 那他也是因为这个机制 当时做移工参与支预算 他认识了什么叫做公部门跟私部门 或是民众 有这样子算是共同讨论的这样子共好的机制 那之后他就把这些方法也放到了 后续他想要跟不同单位提案的这个idea里面 对我来说这就是民间动能的延续 所以我们很喜欢谈影响力影响力 常常都只锁定在我刚刚谈的第一块 也就是你机制的延续性 你并没有全盘去看到说 其实你种下种子会在别的地方发生 当然第一块能做到是最好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今天这个论坛的人 下一集新微 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抱歉 新微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好那我们在新微还在克服 新微可以了吗 现在还是没听到 还是我们请新微先离开再重新连来一次可以吗 好我们请新微克服一下这个技术问题哦 那我是不是先邀请廷慧可以先帮我们做回应 好谢谢 OK好这样有听到吗 OK好那刚刚有问到就是就是一直性这样子的 不过我反而想要先提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等一下应该是说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转译啊 它很多时候不是 因为其实原住民族社会大部分的族人都是可以 都是讲中文的都是讲华语的 但是呃都是讲华语不代表都听得懂 别人的华语在说什么 对所以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可以去把 呃同样也许同样都是用华语 但是可以去转换成更符合大家在地的脉络 或者族群脉络去解释某一件事情 可以用不同的案例去举例 然后来告诉更多人说 虽然都是使用华语 可是那个解释转译还是必须要存在的 那当然我们有部分的老人家是没有办法说华语的 他们可能更可以说的是日文 然后当然还有自己的族语 那我们也会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转译 可是其实在可以有做这样的转译的前提是 有更多人理解到底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自己在过去这十几年就是 不管是在部落的参与也好 或是接触很多的原住民青年也好 都普遍发现一个状况就是 大家都会啊这个太难了 我不会我又不会我干嘛要去 我不好意思去啊因为我就不懂啊 你们会的人去就好 就是会有这样的心的概念跟心理的状态 可是越是这样就越来越多人不会了 所以像我自己去参与在开放政府很多讨论里面 我真的也是不会 就是什么就是很多关于就是资讯的讨论啊 或者是什么讨论 我其实也在会议上很直接的说 其实我真的不了解 可是开放政府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要让更多不了解的人可以了解 进而到可以参与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在面对 可以去去处理所有所谓的一直性之前的前提 或者是一个预备的工作 就是让更多更多人可以真的了解发生什么事 然后回去不是我这个别人然后去要处理 或是要去面对就是不同群体的一直性 而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人 越来越多不同群体里面的人都可以了解 然后带回去跟自己的社群分享 就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的转换 而不是就是同样的一批人要转换很多不同的模式 然后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传播讯息 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样 对然后刚刚也有人 一下看到有就是问那个电视台的部分 就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我之前是在原明台工作 当原明台的国际的新闻记者 就是反正在原明台工作六年的时间 就是说其实确实就是族群电视台 它是过往的族群的权力运动很重要的结果 那也是我们持续在推动跟权力有关 跟参与有关 然后跟语言有关 文化有关的这个持续进行式的这个过程 但是呢 我觉得在 就是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另外一种转意 我怎么样把公共资讯转换成 就是电视的语言 或者传播的语言 这又是另外一种转意 如果转意的不好 它就变成公共宣传了 它就变成就是政令宣传 宣导了 对政令宣导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 或是我自己在里面的时候 那个都还是在尝试跟磨合当中的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不管是电视台也好 电视台里面的新闻的工作者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观众也好 其实我们本身都还没有习惯这个转换的过程 我们都还是把政府说的话放在一个 不一定是对立面 然后它可能就是在一个上层的位置 所以其实我们会把它自己就有那个距离了 所以当我身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我要把它转换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难把它对等的转换成一个 是就是一个我对等的那个资讯 对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观察是 有在做这样的努力 可是其实因为那个直接的面对政府的 相关的资讯这件事情的整个 我们的认知是还没有被转换过来的 那我们的参与还远远不足 所以其实要做这样子的公共资讯的揭露 然后而且这个公共资讯的揭露是非常有趣 或者是亲民或者是自然而然 而不是政令宣导这种方式 我们确实还需要更多的尝试这样子 回应 我想我们昨天也有不少的学员伙伴提到说 这个开放资料 其实是开放政府的前提 公共资讯怎么揭露 然后揭露之后怎么用 我们昨天其实有花了不少时间在讨论的 那谢谢廷慧刚才带来的就是 这个他在原民台的经验 以及他自己在这个议题上的观点 那最后我们先邀请那个欣威 除了刚才前面问的问题就是 苗栗这样子的社群网络 你自己介入的经验 那或许关于这个客家台 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察 欣威 好 听得到声音吗 可以 可以 太好了 好 这个我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我们回乡呢 反而是会先被捆绑在这个绵密的网络中 因为我们在地方上的人呢 都很明确的会从血缘地缘上面被辨别出来 就你是哪里人 你姓什么呢 是哪个家庭的人 好 那个就会先在第一时间就决定了对话对象的关系 好 所以反而是如何超脱那个网络推动公共议题 所以进去不是问题 是如何又又若即若离才是问题 好 我们这边的案例有几个是说 像之前我的村庄有土地重化了 然后最近有太阳能光电板 好 这些议题呢 其实其实都有在处理 他就是要透过适当的转译者 好 去谈说 哎 这个资讯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怎么样 好 因为在地上一些事情的推动 他都会有头有脸 然后这个案子是谁要的 是谁谁谁要做这件事情 那所以反过来说 你就是两个选择 一个一个是押回去 好 那个找一个更多人去反对 或者是哎 回到制度面 回到资讯面来处理 那之前我们土地 下来也是用资讯的方式 通过法规法条去处理 现在太阳能光电板其实也是类似 那最近我在做的事情呢 跟大家分享 是在 南庄呢 推动那个斜杠中年的整合 我们南庄有些地方是没有公测的 我们就把这些斜杠中年整合在一起 平常在居民去看病买菜 然后假日的在游客 然后去整合卫福部 教育部 交通部的这些资源 让我们的学童啊 我们的乡亲都能够顺利的移动 这就是一个资讯整合 好 就大家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做了之后 我们可以再往下滚动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补助其实都有 那谁符合身份 或是我们这些 这些环境议题的资料 其实也都在那边 但是就是从那些资讯到资料 那如何让他真的有有感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可行的 是因为过去这几十年下来呢 大家都坐等这个政治人物转移 好就就直接把所有的菜都变得红烧 就是反正就是可以吃就好 那那嘴布管品质 最重点是发包 好事情有有进到那个传统那个 但是我们回乡就能够倡议一些议题 好试图去处理一些事情 虽然布丁每次都成功 像之前我们要活化一间在地的国小 后来后来就就失败了 好那个那个没有成功 但是过程中总是会卷动一些人 那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走一个公民社会的道路是可行的 而且是有感的 那这才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回馈 好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是 课台的部分呢 这部分的话 其实我必须很坦白说 它会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长辈完全有课台的需求 因为他们真的听不懂国语 可是他们有看电视的权利 所以有课台 可是等到现在我父母这一辈就是六七十 岁的这一批人之后大概就没这个需要 他们就看YouTube就好 然后看别的东西就好 所以未来我想可能这都是客台跟圆明台会去面对的问题 所以怎样的客家电视 怎样的客家影音内容是真的符合客家族群所需 又不会被质疑说是浪费资源 这我想很需要讨论 这绝对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说的 那我还是 对最后再很快10秒钟讲说 所以说呢 要去找到在地的这个团队 其实就是资讯发出去 会运营Econ 大概就都是深耕已久 有兴趣的在地团队 以上谢谢 谢谢 虽然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我想之后把握一点时间 我想今天早上这个场次是我们工作坊至今唯一一个问题没有问完的场次 因为我们昨天即便是唐政伟的6分钟分享也是问题都有迅速回应 所以我想最后再请我们三位讲者可以简单就这样子 因为我们再怎么讲都是每个人都要缴税 我们也希望政府的政策资源可以回应到我们的生活中是有感的 因此如何有感的政策不是那些专家学者坐在会议室里决定 而是我们找民众一起来讨论 那今天三个讲者无论是移工的代表原住民的观点 或是我们客家庄的这个观察的经验 我想都是我们往下一步开放政府一个 往含荣与多元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我想再占用各位线上的学友伙伴一点点时间 是不是请我们三位讲者再简单帮我们做一个小节 我们再进入休息 那待会儿顺序也依然是心以停会和心威 这样好不好 好来我们先请心以 好那我赶快讲 我觉得其实刚刚庭慧有讲到一点 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谈到说我们开放政府要改变的地方 就是不要让人家程序都已经过了 你才知道 这其实也是我在不同的参与式预算 或是审议式民主非常重要 我自己会提醒自己的环节 像是我想要 就是跟这些想要尝试开放政府的伙伴们说 其实在之前我们的案例里面呢 如果公部门的伙伴他在提案刚形成不久 就愿意进场协助的 协助这个提案者的 通常都状况都不错 就是你会跟这个提案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 那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是半个提案人来思考这个提案怎么去发展 甚至如果你卡过来的时候就帮提案人去想替代的方案 通常我们的公民伙伴都非常愿意去去做这样子的协调 而且也会对政府更有信任感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特别提醒的地方 好谢谢欣宜来庭慧 OK好 那其实啊我自己有一个另外一件 因为我之前在立法院工作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参与开放政府 然后就发现接触到公部门伙伴的时候去要资料 可能也是当时在立法院的背景 所以公部门伙伴就很担心说 我的资料这样子被看到以后 我是不是要被骂了 我的老板是要被质询了 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互相的一个 就是彼此会有点戒心或是距离感的原因 所以才会造成可能会有一些不信任的关系 那其实就一样啊 在面对民众要资料的时候 然后我相信我们的政府部会伙伴也会觉得说 我资讯公开出去 我是不是就增添了被骂的可能 我是不是就增添了要多写报告的可能 或是要多被长官叫进去办公室的可能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要互相改变 就是不管是民间伙伴也好 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也要练习的 就是除了提出说这件事情我不喜欢 更要练习的说出为什么不喜欢 做了什么之后我会喜欢 就是后续的这个解决跟建议 其实是重点而不是因为点出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会 可是点出问题之后 提出我们想要的解决方式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 需要不断尝试的 那就是我也就是信心喊坏 向我们公部门伙伴 就是其实资讯出去 好了我不可否认一定会有被骂的风险 可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整个社会 都在转变当中了 更多的可能其实是 我相信民众是很心急的想要一起做些什么 可是是没有这个门打开 然后让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的 那所以才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资讯公开 或者是资讯取得的方式 然后来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跟 就是政府部门做协作然后去共创 对啊所以其实我主要想细心喊坏一下 就是我相信其实这个我们多尝试 都会看到越来越符合我们所期待的 这样子的可能的发展性 谢谢 谢谢廷慧的小杰 我们最后请欣威 好刚刚问题里面有提到说在这种 很偏向的客家装 怎么样推透明化 或是有什么战术战略的想法 那我还是觉得要回到这个关键的转易者 务必要找公民团体协作 我觉得对公民的想象绝对不能落入个人 个人其实一定有很多的限制 有未带的地方 很厉害的个人在地方我们叫头人 那就是另一件事情 甚至往往是我们想要改变的政治乱象 所以一定要回到这个公民团体的这个自由结社的这个角度下面来推动资讯的前进 就是去转易资讯 以及呢在这个行动当中去建立信任跟连结 就这个方式来说呢 其实地方公民团体跟政府刚好是互补的 因为政府有这个资源 还有资讯 那可是呢没有地方的人脉 也不知道议题怎么触及 可是呢地方团体呢 他就是缺资源缺资讯 可是他能够触及到地方 所以是应该两边能够很好的结合 然后让我们这个开放政府的这个机制呢 能够在地方顺利的推动 以上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三位讲师 今天早上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想slido上面如果有还没有回应的问题呢 我们在会后呢 也会邀请讲师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书面的回馈 我看到今天早上的slido非常的踊跃 虽然就是在网络镜头的两端 但是我仿佛从文字中可以感受到 其实很多的公部门同仁 也希望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 但是像昨天有问到这些课程体制 我想我们都不否认 希望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 那在公部门有新的资源里面 我们其实也要找到 我们在公部门里头的一些更大的价值 好 那再一次谢谢我们今天上午的三位讲者 欣语欣威以及廷慧 谢谢你们